妳今天看到那個 小朋友 同學打同學的影片 妳看完妳的感想是嗎 有點可怕 辣椒水真的很重要 嗯 妳的辣椒水有隨身攜帶嗎 當然有 妳知道現在這個社會神經病 不一定是大人 不一定是陌生人嘛 有可能就是妳旁邊那個同學 你們不然不是有一些怪怪的 有人會自己跟妳講 那個 那個同學 那個某某某同學 我們林志穎的那個 抖音被刪除 被封鎖 聽說就是妳齁 跟妳阿嬤說妳吃婚 跟妳阿嬤說妳吃婚 跟妳老爸說妳吃婚 怎麼可以吃菜 好啦我們不能這樣講 妳可以給我截進去 沒有截進去是錄進去 妳不要把她錄進去 不行 她怎麼可以去檢舉妳的抖音 大家都同班同學 一個小孩基督型這麼強這樣對嗎 不對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而已喔 兩個喔 叫什麼名字 男生還女生 都女生啊 兩個女生檢舉妳的抖音喔 呃 一個女生要檢舉一個女生討厭我 討厭妳喔 妳覺得他們討厭妳的原因是什麽 就嫉妒心喔 給他們討厭就討厭了 反正他們沒有讓妳不舒服就好了 對啊 反正我也跟他們沒什麽交集 嗯 如果同學打妳 她爸媽說 哎呀沒關係啦 跟林志銘道歉就好啦 那沒關係我們就不用道歉了 我們剛剛怎麽被打 那我們就把他打回來就好了 怎麼樣 妳兒子站著30分鐘給我女兒打 往死裡打 OK嗎 如果下次我這樣處理妳OK嗎 嗯 二三妳什麽是二三 她打妳妳是不是要把她打回去 對啊 對啊 喔不是跟妳講 如果妳在學校被霸凌呢 就打回去啊 如果是個女生打妳一巴掌妳要怎麽樣 打一巴掌啊 對啊 她在啪打一巴掌妳要怎麽樣 就打回去啊 打大力一點 啊如果你沒有打回去呢 我回來就揍妳 對啊 對 而且我也不會去學校找妳 欸就是 我也不會去學校 老師打電話說 呃林志銀 這需要跟人家吵架 林志銀有打回去嗎 沒有 沒有我不去 那林志銀有打回去嗎 有 有 有怎麽樣 妳就會來 馬上到 先給林志銀一個愛的鼓勵 林志銀妳剛剛跟同學打架喔 那妳有還手嗎 有沒有還手 有 她如果用椅子丟妳呢 就用椅子丟回去 對 那如果他們有一個人以上打妳呢 快點跑啦 想什麽妳打得贏喔 快點跑 妳是林志銀妳打不贏 快點跑 快點跑 一對一 妳就說有種 一對一 打架 如果她說 蛤 那我跟林志銀一對一單挑 妳會不會 我會啊 妳不要給我落跑 妳就給我跟她打 如果一對一我也是啊 那如果跟老師講老師也無動於衷呢 老師算不算霸凌 算吧 老師就是霸凌 所以老師的頭髮一起剃光 反正我跟妳講 我們不能欺負別人 我們也不能被別人欺負 但今天妳欺負別人 妳的下場也會很慘 在她爸媽還沒找妳之前 我會帶著一個光頭 林志銀去跟他們見面 有什麽事 我已經時間剃光頭了 妳最在乎的是妳的哪裡 頭髮 我們從妳最在乎的開始處理 妳最在乎哪裡 妳最在乎哪裡 都沒有啊 妳都不在乎喔 對啊 那就先剃完頭髮 再把牙齒全部都打掉 不行 然後再把雙眼皮變單眼皮 把好不容易長出來的皮疙瘩 再把它打扁 妳知道現在的 現在的國中生都很叛逆 我不能保證妳跟妳弟 是不是屬於正常的那一掛 但如果妳們是不正常的那一掛 我應該把妳們掛在阿嬤外面的熔 那個奶積樹上 打到妳們皮開肉戰 妳覺得怎麼樣 不用